世界的飲食熱潮 最近又掀起的新名詞叫做創意菜 我知道創意菜是著重創意和食物的色香味味 但有部分創意菜只是著重食物外觀的配搭 忽略了最重要的味道 結果做出來的樣子很漂亮 但不好吃 真的很可惜 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煮食 有時會把不同的食物搬襯其他材料 有一次我用了魚翅來做鵝裏 魚翅鵝裏那麼富貴當然好吃 其實也不太貴 有時候採用一些挺便宜的 我自己也喜歡做食物 我試過做一個西瓜冷麵 用那些黑美人西瓜橢圓形的 就創開一半 挖掉西瓜肉出來 然後把冷麵放進去 把西瓜肉打爛了 加少許柚鹽 然後淋上去 在那裡吃 夏天涼滲滲滲 挺好吃的 我看見你也挺有創意的 如果讓你做這個創意菜 其實你會注重賣相還是味道呢 我想我會注重味道多些 因為自己吃的樣子不需要太美 最重要是好味道 那倒是 但你會否發覺 其實中國菜相比其他國家的菜式 無論味道和做法 變化是比較多的 我也覺得是 可能在材料和師傅的關係 好像今晚美美五星級 這位師傅 他就以煮這個新派菜出名 究竟有多特別呢 一起看看 是 入行27年的劉振權師傅 由1990年至今 曾經在多個大型烹飪比賽中獲獎 現在他任職酒家投廚 節力創製新派菜 我認為新派菜是以中菜作為基礎 配合其他不同烹調的方法和材料 寫長補短 除了配合之外 還要令食物本身的味道和特性 不要遺失 憑新派菜 劉師傅將粵菜推陳出身 姚慈金翠就得到 1999香港國際美食大獎 中菜組新派健康素食金獎 而三星拱照 亦成為當年中菜組 頭盤金獎菜式 頭盤是每一餐的第一道菜 最重要是提升食肉 牽動我們的味蕾 你看看這裡的外形和顏色 已經是一種享受 但我在想用水果做頭盤 如何才能保持色澤和香味 是 我平時吃的胸肉 鞋子雜雜雜雜 其實我不喜歡吃的 但這個甲胸肉很嫩滑 不知道是否做的過程 有特別的功夫令它這麼滑 好, 師傅 我想問問你 我剛才吃的甲胸肉很嫩滑 我自己做的經常都做得很糟糕 其實做的過程中有什麼秘訣呢 其實做一個乳鴿的過程 其實不太簡單 最主要是隔夜 隔夜是一些西芹 一些紅蘿蔔 有一點洋蔥、薑 加一點生抽 醃過去隔夜 讓它入透, 拿香味 然後就要走油 燜的時候 火一定可以太猛 一晚水分飄出來就會變粗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有時候乳鴿燜好之後 很多時候就馬上砍掉它 一砍掉水分出來就會變粗 通常會攤冷一點 起空之後 用原生的汁浸著它 到時候才拿出來淋的汁 就會變粗 通常在家裡煮水果 菠蘿炒熬 我會把菠蘿放進去炒 但是為什麼你這個菜 不用煮的水果 其實在比賽一段時間 這個芒果汁是用水 打了之後用火煮一煮 再加少許三分 像你用中式煮菜一樣 買芹 但是買芹之後 原來預熱之後 那些芒果汁 就會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我現在倒下去之後 就要加少許鹽 加汽水就要記住一樣 加汽水就要不要加糖 如果加糖本身的汁就太甜 所以我現在加少許 然後… 打一打之後 儘量打到稍微…千萬不要打不久 微微有少許芒果肉 這樣就要酸酸一點 加起來 稍微暑冷 效果已經很漂亮 這樣就完成了芒果汁 好 謝謝師傅 這個姚慈甘槌 拿了新派健康素食獎 劉師傅 這個用豆腐做的菜式 它的吸引和成功之處在哪裡呢 我喜歡有一個日式豆腐 它每次出來都是淋點湯 所以吃豆腐我吃得慢一點 然後豆腐的底下淋起來不好吃 那我想為什麼我可以利用一些素材 例如露筍、甘筍、一盤菇 那些顏色襯托煮 把豆腐放在上面 到吃的時候才淋點湯 變成吃下去 導致我吃慢一點 那吃下去豆腐粥是脆的 那近年流行用鮮菌 譬如說健康素食 用鮮菌,茶雪菇 日本的花菇 可以熬一些湯出來 變成湯又有清香味 而且又有健康 這才是很特別的一件事 你本中吃的是什麼 吃飽飽的東西 其實這些我們叫素瑤柱 用金菇菜切頭切尾 切了之後拌粉,炸了之後 撒少了鹽,怎麼吃 你嘗嘗吧 是 我剛才吃了,挺香的 但是又不像脆 真的 不像瑤柱 真的有真的瑤柱 所以欣賞一些人 嘗嘗嘗嘗嘗嘗素菜 好 研製新派菜的時候 劉師傅會經常遇到很多烹飪難題 好像用魚刺和龍蝦做的龍蝦湯刺 為了湯底 劉師傅就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去鑽研改良 劉師傅,這個刺真的很好吃 但是我知道你出了研製龍蝦湯刺 遇到一個問題 怎樣也解決不了問題 最主要是湯不夠濃 而且最壞是不夠滑 那之後你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找書看 但如果找書看也不夠實際 就是找一個做西菜的朋友 他很好的 由頭炒雜菜、炒龍蝦 一炒整套鑽 這次我覺得有一件事就是 原來每個菜 就算是一個最小菜 他每一樣一定有 他會獨特的烹飪法 或者是一個要決 是看你自己肯不肯旅行 師傅 這個湯我看到有龍蝦 除了龍蝦之外做了甚麼呢 其實先炒龍蝦殼 然後菜炒 一段時間 由最硬的 最難的菜 先像紅蘿蔔炒 然後到洋蔥、西芹 才會分布香的湯的香味 一步一步就出來 然後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下雞肉和魚 你會下雞肉和魚 湯會比較鮮 但千萬不要下火腿 因為一下火腿 跟著龍蝦湯和火腿很可愛 一鍋就會很濃郁地味 所以效果不是很好 很濃郁 這個就是苦瓜蟹煲 看過賣相, 紅紅綠綠 已經很吸引了 不過劉師傅 用苦瓜來煮蟹 會不會浪費了蟹 苦瓜在以前的一年 叫做君子菜 這個君子菜是自苦而不得苦 就是令其他的菜不會苦 用煎米粉蘸醬汁吃 好吃, 脆脆脆 但是師傅, 我想問一下 蟹沒有被苦瓜味蓋了 但是煮的時候 會特別用哪種蟹 哪種蟹 哪種蟹是特別配合的 其實用什麼蟹做這個涼瓜蟹 是好吃的 但是我們家庭通常用花蟹 或者紅蟹多 它會比較肉厚 但是鮮味我覺得不夠 我會選用這些青蟹 因為這些青蟹 本身鮮味比苦瓜蟹更濃 而且那些糕 煮出來之後不蟹 如果更加苦瓜 和蟹的味道更好吃 我看到苦瓜在這裡 我在家裡煮 通常煮到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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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有味道 又或者是很有味 因為青蟹偏不熟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做苦瓜 你想它不苦就不好吃 對 最主要先把苦瓜走到油裡 走到油裡 走到油裡用薑水 揉一揉去油 本身苦瓜有五成熟 再加上蟹一起煮的話 變成苦瓜熟得軟軟軟軟軟軟軟 變成好吃又賣碎又好看 最主要這樣做 我剛才吃過煎米粉 我覺得很好吃 但好像在廣東菜 沒有什麼樣的東西 構思是怎樣來的 其實看到很多外省菜 通常吃的小菜 會跟著饅頭 才會蘸醬汁來吃 會很好吃 廣東菜裡面真的會比較少一點 我構思不如用米粉 或者麵去蘸醬汁 會好吃 做煎米粉的過程 有什麼特別要留意 其實家裡比較少 通常用水煎米粉 我們酒樓的方法 做煎米粉很簡單 用了一點水 大過一點水 加少許油 將米粉放進去 沾一下 拆拆多水之後 平乾水 用乾淨的布蓋著 焗大約幾兩分鐘左右 養鬆它 這樣就行 但米粉一定要用銀絲米粉 因為普通的粗米粉 這樣做不到的效果 我認為一個出色的廚師 除了烹調技術外 還要多嘗試 多思考 多接受其他人的意見 要明白對自己有要求 才是最重要 今天的我 算成作天 這樣人才會有進步 廢雲, 我是想買個與別不同的生 path 的生 蛋糕 你怎麼帶我來這個麵包店 你進去就知道了 來吧 這間位於Occidente的餅店開業近十年 他們的概念是希望將酒店餅房 高質素包餅搬到街店 為顧客提供非集團的產品 他們的鎮店之寶 就是這一款的禮物袋蛋糕 這裡的立體蛋糕 每個人都很漂亮, 很特別 尤其是這個禮物袋蛋糕, 很可愛 對, 這裡的立體蛋糕很有特色 你看到其實是一部分的 還有九十多款的蛋糕給你選擇 配上十幾種味道 有藍莓, 有薑, 還有紅豆 那我真的有選擇了 讓我介紹一下我心碎之前給你 好 就是這個芒果慕斯蛋糕 做這個芒果慕斯蛋糕材料 包括忌廉、吉祉忌廉、雞蛋 砂糖和芒果蓉 師傅先將蛋白和砂糖打起 再將芒果蓉和吉祉忌廉攪勻 再混合之前的蛋白和忌廉 最後再加上魚膠水 將所有材料混合後 就可以倒入蛋糕模中 將表面掃平之後就可以拿去炫 霍師傅, 芒果慕斯蛋糕 為何不用新鮮芒果, 要用芒果蓉 因為芒果蓉是製作過來的 所以它的味道比較穩定和比較濃 我們要做蛋糕的技巧要注意甚麼呢 最主要的技巧就是淡忌廉 一定要打得起, 不要打得太濃 如果打過濃, 會怎樣呢 打得太濃, 會粗糙 而芒子就沒那麼滑 就要打開口了 發多點味道如何 很香的芒果味, 而且很鬆軟 不過我朋友喜歡吃藍莓味 還要配上禮物袋給他 你想知道禮物袋是甚麼顏色? 紫色 沒問題 其實禮物袋本身是用白朱古力製成 師傅會利用不同的食用色素 將白朱古力調製出合適的顏色 而製作的第一個步驟就是用朱古力 Toni師傅說煮朱古力的過程 有甚麼要特別注意呢? 特別注意就是溫度的掌握 如果太熱就不成形 太冷就會硬身頭 師傅把朱古力壓成薄片 然後圍著蛋糕邊 做成禮物袋的外圍 之後再用火槍將朱古力皮控軟 以便扭成理想的形狀 是呀, 師傅 要包這個禮物袋怎樣才能包得漂亮 最重要當然是腦海有個圖像 而且要夠快 如果不夠快 朱古力就會硬, 就做不到形狀 我已經選了這個禮物袋蛋糕了 索文, 你呢? 我也是, 我選了這個 白朱古力花邊蛋糕 你看它用薄片來包住了 就是看它的外形, 已經很吸引了 是呀 這塊蛋糕的外層 其實是一塊大的白朱古力薄片 表面一截, 只想不規則的花紋 首先, 師傅會很小心地用橙 做出一條條的朱古力薄片 然後用朱古力薄片圍著蛋糕 至於蛋糕的上面 就會用多塊的波浪形 白朱古力薄片砌成 據師傅說, 要用橙 做出大小平均的白朱古力片 都非常考功夫,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做朱古力薄片要有什麼技巧呢? 朱古力太熱就會插不起來 如果太冷就會碎 而且每一片要平均, 那就會好看 索文, 你選蛋糕當然好看 但我剛才看到有一款蛋糕 如果有男生送給我就好了 哪一款蛋糕? 就是玫瑰花蛋糕 這個玫瑰花蛋糕 上面那朵玫瑰花的用料就很特別了 不是用朱古力, 而是用杏仁糕做成的 師傅說用杏仁糕 可以讓玫瑰花的造型保持久一點 做的時候, 師傅會先把材料壓成片狀 再做成玫瑰花瓣的形狀 之後就把幾塊玫瑰花瓣砌成一起 就做成一朵最得女士們歡心的玫瑰花 是不是很漂亮呢? Karen, 怎麼做夢?想男生呢? 當然不是, 我在設計自己的蛋糕 如果你想設計自己的蛋糕 其實你預計三天前來訂 已經可以了, 就在這裡 我去訂吧 今天跟大家一起學做 士多啤梨和咖啡曲奇餅 做過程是一個小時 難度是屬於中級的 這個研究院就是我們今天要學曲奇的地方 我給大家一個心理準備 大家進去看見這個環境 就會嚇你們一驚 興叔, 我到了 興叔, 我來了, 你在哪兒? 我在這裡 擁有超過四十年做餅經驗的興叔 曾經任職多間五星級酒店餅房 自稱餅汁的他最大興趣就是跟學生 在自己開的烹飪研究院裡齊齊做餅 那做些曲奇餅的材料是否複雜 很簡單, 很方便 只需要100克糖, 200克牛油 300克麵粉, 一隻雞蛋 那士多啤梨的香味來自哪兒呢? 士多啤梨是來自士多啤梨香油的 興叔, 我也試過做曲奇的 第一個步驟就是加糖 對, 然後呢? 對, 然後加牛油 加牛油, 全部加了嗎? 不是, 稍微加, 不如我幫你稍微加 好…這裡要開多大? 開機就是開慢機 你先開機, 先放到底下 放到底下 然後我稍微加牛油 為何要稍微加牛油? 稍微加, 會令它圓滑一點 好一點 對, 我看到牛油不算很硬 其實可不可以拿些剛剛在冰箱 拿出來的牛油去做嗎? 千萬不要, 如果在冰箱拿出來的牛油 做出來的效果就沒那麼好看 最好在做之前的一個半小時之前 切粒, 拿出來在室溫雪灘一段時間 好, 色澤方面已經變了一點 還未夠, 還要令它白身才行 現在我們還有一些牛油的顏色 黃黃的顏色, 變成它未夠起 我已經感覺到糖已經混合了牛油 而且顏色已經淡了很多 對, 你說得沒錯 你打得很漂亮 現在我們打得這麼漂亮 我們就可以開始加雞蛋了 對, 是不是要逐少加進去嗎? 對, 逐少加進去會比較漂亮 雞蛋是否可以立刻在冰箱拿出來 就打下去了? 最好不要, 因為冷了頭 打出來的效果就不漂亮了 為何要最後一隻蛋才放進去? 當然, 牛油同堂先打起它 如果你加在一起, 還未打出來的效果就不漂亮了 好了, 現在可以關機了 OK 我們開始下粉 但下粉之前, 粉已經篩好了 是怎樣放進去? 是呀, 全部… 先加一半 好了, 現在你可以開始攪拌了 那我要用甚麼力度去攪拌呢? 你由手慢慢去攪拌就行了 最重要是要慢 你看到底部算沒有粉粒 就可以看到已經攪拌完了 興叔, 這個谷奇餅底已經做好了 是不是時候加味的? 是呀, 是時候加味的 不如一半吧 來, 士多給你加 由底部安到上面 由底部安放, 讓它充分均勻就可以了 是呀, 粉粒已經找完了 你可以開始放進袋子了 放進去 好 是, 好 這樣你的手勢就不對了 因為你的手勢力不夠 我做給你看看 你把那支袋在中間分一半 在那支袋子轉一圈 轉一圈的時候, 那個力度就省了一半力了 你做出來的效果就如如得水 做得好, 你看, 那就擠出來了 是呀, 那我們開始吧 好呀 好呀 很難擠 但要擠得均勻也不容易 為什麼你擠得這麼快又這麼漂亮呢 你看看我, 你擠得中了是錯了的 這樣嗎 不能夠這樣做的 我擠給你看看, 你看著我吧 照的時候一樣 使得手要一粒一粒 一擠了的時候, 要上來的時候 就不要再擠了 先擠定形吧 然後再在這裡握它 花形就變出來 再來一個好一點的 對了, 很漂亮 這樣就對了, 稍微安安安安安 完成了, 興叔, 待會我們做個蝴蝶餅吧 你試試我的, 給我一點評語吧 好呀… 好呀 我先試一下 好呀 很漂亮, 很香脆, 很美味 謝謝, 因為有你在這裡 才可以這麼好 但其實我有哪方面可以改善一下 當然, 如果你擠得漂亮一點 擠得綺麗一點, 漂亮一點 就會更好 好呀, 我會注意的 如果大家想做一個 士多啤梨和咖啡曲奇餅的話 就立刻在這個網址 就可以找到材料和做法 到時大家就可以自己 做這麼美味的咖啡餅吧 興叔自認是餅之 在他的研究所裡 所有做餅的工具 全部都有在這裡 做甚麼餅都難得到 我有個問題 我有個朋友很喜歡做蛋糕 他根據食譜的指示 調校焗爐溫度和時間 焗出來的蛋糕 好像不太熟, 差一點點 我也試過有這樣的經驗 譬如說焗180度25分鐘 焗出來之後 蛋糕總是好像 濕濕的, 不太夠 為甚麼呢 其實可能是因為 焗爐擺放的環境 和室內的氣溫 令焗爐的溫度不同了 譬如你調校了200度 可能食譜只剩下190度 如果你想準確地量到溫度 你就一定要買一個 很準確的溫度計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想也要買一個 專用兼準確的溫度計 對吧 好,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重溫我們這集的資料 可以瀏覽以下的網址 如果大家有甚麼問題 都可以發訊息給我們 或者打個電話給我們 好, 那就和大家說再見吧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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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